德跟离 那么这五个 就是指五世了 观照这个城市间的一切 欲者难分 寺一根 欲者就是僧文人 僧文就是指罗汉 修小圣 称为欲者 也就是正阿罗汉国的 僧文人 难分 就是正阿罗汉国 还没有办法分清楚 这是是还是根 意思就是因为很维系 分不清楚 那么 是是无形的吗 根是指清净自大所构成的 因此 根算是色法 是算是心法 所以在这个时候 根的圣意根 很维系的清净自大所构成的 就是正阿罗汉国 还没有办法分清楚 那么诸佛菩萨 正悟到这个 那么就整个身体 都是像这个影像一样的 全部纳归到心法 为心所造 诸佛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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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前五世 共同依托的 是净色根 一鸣圣一根 净色根生一根 那么妇托在根一处里面 眼是要托九个眼 耳是要托八个眼 鼻子生三世 要托七个眼 才能生起 所以九八七 大家好像颜近一样 颜额两世 是离中取境 眼睛跟耳朵 他一定要离开 一个距离 鼻子生呢 是核中取境 一定要他去接触到 核就是要接触 你不接触 你没有办法的 没有作用的 说才可以观察 世间上的色 身相畏处 五成的境界 跟核是 两种不同的功用 不但凡夫和外道 分不清楚 就是欲法身文的人 也很难容易 很难容易的去真实了解 六十二页 就是翻过来的时候 在旁边呢 写五个字 转世成智颂 就是前五世 转世 然后成智慧 转世成智颂 那就变相 观空为后的 转世成智呢 果中 由至 不全真 圆明 出发 成无肉 三类 分真 喜苦伦 变相 师父的解释 你要特别注意听 等一下的解释 就一目了然 最重要的是 听师父的解释 然后把这个 实际的意思贯穿起来 后面的 那就是等于 迎刃而解 后面其实就是说 解释一下 所以在讲的时候 要特别地注意听 变 就是浅 浅相的意思 消浅的浅 浅除 除掉的意思 变 就是转变这个相 简单讲 就是不住相 当你不着相的时候 这个就是名词的变化 变相就是 当我转 自 成智 也就是说 当我不住相的时候 这个相 我们以为是真实性的 我们把它转变成空性 叫做变相 变相 变相 就是浅相 无所住的意思 当你浅相 无所住 观空 那边拿起来 空上面要沾 一个字 二 观 我空跟法空 观空 观两种空性 一切无我 一切无法 为后的 为后的 说后的 就是说根本字 你要转变起来 转世成智以后 才能够得到根本字 跟后得字 所以说浅相 观空 当你浅出一切相 当你不住一切相 观照我空 跟法空的时候 你就会得到根本字 跟后得字 果中 有字 不前真 这句话 一些 触解上 讲得并不是很清楚 这句话的意思 就是说 这前五世 在佛果的 究竟位的 果中就是究竟位 就是佛果位 就是佛果位当中的 前五世 已经转世成智的时候 由智 不全真 这个全是显示 真就是真如 就算你 已经 证悟到佛果了 这前五世 已经转世成智了 你一样无法显 不容易显示 是这个真如 因为真如是无所表 真如无所表 它必须仰仗 这个后得字 献一层的影像出来 比如说 我们要怎么样 能够潜显 这个清静的 清静心 我们有十报 庄严主 十报庄严主 本来是 法子无形无形的东西 但是呢 因为清静心 它一定要显 所以显现 是类似真如的 其实真的是不可显 所以它为了要显现 就像真如一样的境界 因此我们所看到的 清静的极乐世界啊 一些境主啊 都是为了显现 真如的清静 但其实真如 是无想的 那么为了显现真如 我们必须以 清静的世界 来显示出来 所以说 佛国中 由智 不能显示真如 简单讲 就是说 当我们正路到 究竟的佛国 前五世已经 转世成智的时候 一样很不容易显示真如 因为真如 本来就是无所表示 你必须要 仰仗这个后德字 转变一分清静心的 影像相分 影像出来 来自己攀岩 意思就是说 你成佛 佛国了 已经进入空性的法身了 法身是无相 但是呢 我们还有十报庄严徒 这个就是从真如 知道吗 起的这个影像 所以它显现出来的 通通是清静性 通通是清静的东西 那么我们的心 污浊所显示出来的 都是不清静的 圆明出发 陈无漏 圆明就是转第八意识 为大圆禁制的时候 叫做圆明 当我们转第八意识 记住 第八意识没有转过来 前五识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前五识是果报生 前五识是受 第八意识的主宰 我们根深器械 种子都是来自于第八意识 你当然要转第八意识 你才能转前五识 对不对 那如果说你第八意识不转 那前五识也没有办法 所以前五识要果地的佛 他才有办法 圆明出发陈无漏 那么转第八意识 为大圆禁制的时候 出发 刚刚啊 出发 出发就是发起这个 大圆禁制的时候 前五识才转 前五识才转成无漏的智慧 这中间呢 要加几个字 就是圆明出发 中间呢 才转成 前五识才转成无漏 就是要加六个字 圆明出发 那么中间这样 前五识才转成无漏的智慧 那么这样一看 就会一目了然 所以说圆明出发陈无漏 就是当第八意识转成 大圆禁制的时候 刚刚发起这个大圆禁制 那么前五识才转成无漏 就是所谓的成所落字 这个是最难的 最难转的 三类分身 喜苦仑 三类分身呢 他为了要度众身呢 为了度众身 对呀 第一个要献这个千丈的圣明身 就是出地菩萨以上说话 献这个藏六的列印身 为地前以及二圣环夫说话 再来就是变化身 随类化身 献种种不同的身形去度化众身 就像三十二印之类的 就是三类分身 当你正到佛国的时候 你的前五识就随着转 那么你就变化无穷 你就可以不度无量无边的众身 喜苦仑 当然就是所谓的分段苦 跟变异生死的痛苦 六道轮回就是分段生死的苦 还有这个变异生死的苦 就是境界的改变 喜苦仑就是 吸掉分段生死苦 变异生死的苦 所以我再解释一遍 变相观空为后的 如果你能够潜掉这个虚妄的相 不住虚妄之相 你彻底的观照 我也空 一切法也空 那么你将会得到后的 为后的 你就会得到根本质 果中有字不前真 这个钱就是显现出来 就算你正悟到佛国 前五识已经转成 转这个成所作之 那么还是没有办法显示 无形无相的真如 不容易显示 圆明出发成无肉 就是转第八一识为 大人静止的时候 刚刚一发起来 究竟的佛国位 后面的前五识 才能转成无肉 那么当你转成无肉 你就是佛国了 就可以三类 就是说圣应生 列应生 还有随类化生 来普度众生 停止生死 变异的苦 以及分段生死的苦 变异生死的苦 这个轮 轮转的意思 洗苦轮 讲上面那两首识 是就前五识 在凡夫有肉 为上而说的 这首识 是就圣能 转世 臣致所说的 佛有两种智慧 一个是根本制 第二是后得制 什么叫做根本制呢 什么叫做根本制呢 浅相 寂静 那个不是乙 那个是浅 浅相 寂静 浅就是除掉 所以那个字是打错了 要化掉 浅相 寂静 当你除掉这些妄想的像 已经进了 就正得的无像 正悟到无像 自体无漏 实证真如 那智慧的体 是无漏 实证的真如 是直接 轻缘到真如的 什么叫做 后得制呢 那体是无漏 但是它有分别 虽分别 而实是无分别 它是不能直接 轻缘真如的 所以又名差别字 也就是世俗字 那么这个后得制 如果要缘这个真如的话 那么只好扑二空 扑二空 所选的真如 为本子 自己在遍及一重相分 那么这是清静心 所引现出来的 自己来攀岩 那么当然就清静的世界 也就是所谓的 佛菩萨所现的 清静世界 这个就是光空舍直 直径真线 所有的经验 这八个字 我们修学佛法在做主文 我们修行佛法非常非常重要 要放下的就是这个字 你看看这八个字 观空舍直 直径真线 所有的经验 都在叫你放下 叫你破除执着 如果执着不放下 我们变成执着 学术的探讨 叫做佛学 不叫做邪佛 可惜 所以 邪佛的人 不是在 时间的长跟短 是你有没有志气 你肯不肯放下 如果你今天听师父的劝告 你肯放下 你现在就比学佛三十年的人 超越的多多 超越的多多 你肯放下 你三藏十二不经的都叫你放下吗 你现在一听到佛 知道这是假的 直幻即离 离幻即解 狂性若歇 歇及是菩提 你要学佛法 只有二十几个字 若论佛法 一切现成 当相即道 见处即真 不其不折 即是见性成佛道 再讲一遍 如果要论这个佛法 一切现成 那是因为你执着 扭弃了我们真正的真如性 变成意识心态 任言经所讲的 都是用妄心在修行 你觉得你很委屈 你觉得你受到受尽的侮辱 你觉得你很痛苦 这个都是因为不了解这个虚妄心 我们这个生死本来就如空花 缺壳 缺壳 本同梦幻的东西 哪里有真实性的东西 使得若论佛法 一切现成的 那么你不会见现成的 你一直寻找 一直寻找 所以啊 你一直觉得你在修行 这是错误的观点 本性是不能让你修 你怎么修都是错 动一个念头说你在修行就错 永远不能成佛 因为修是在因缘生因缘里面 因缘生因缘面里面打转 只要你认为你在修行 那就是生死的凡夫 因为你用的就是生灭心 顶多让你正到阿罗汉果 因为那是意识心态 佛法不能用修的 佛法要用物 记住 物底下要加一个字 入 物就入佛法 修是永远没有办法的 你修到时 你还在四项里面打转 我今天有修行 拜佛念佛精进 没有错 我说你不悟 心情里面高潮低潮 你不悟到空 那你完了 你麻烦他 你不悟到这个 不生不灭的本体 你又在因缘法里面 一直打转 一直很认真的 所以 释迦牟尼佛在《论言经》里面讲 众经千节不成佛果 你经过千万亿节不能成佛果 只名热杀 不明主犯 何以故 杀非犯本 主杀怎么能够成为犯呢 我们在这个因缘法里面 当下 当初你就要放下 不必期待 你有理由 因为这就是忘了 就那么简单 入入佛法 一切现成 当相即道 所有的现象 它就是你的道 道就在你的现前 尽处即真 看到任何东西 通通知道那是 延伸延面 没有真实性的东西 你放下就是 我其实不适合 你是见性成佛道 你不要去执着他 你不要去 不要去抗拒他 死了就是抗拒 我都说不要用抗拒的心 心面临 抗拒就是逃避他 不用逃避 该来的他就来 该走的就走 来去就自如 没有什么 你们觉得很难 我觉得很容易 所以师父一直告诉自己 我这个人 我适合六祖的修行法 我这个人的懒惰 非常的精准多 到着就没想到白天 这个看着就没想到白天 我这不就像这样 拼上一面 用拜托的来比赛 我这分担跟死无人 这分担 我这用六祖 那快哦 快哦 快哦 就坐在一起开门 站在一起开门 行主做过也都开门 为啥也开门 我就不屈不舍 那就是见性成佛道 这本来的面目 你忙什么 你烦恼什么 对不对 我用这个分担 我用这个分担 跟着我担 有些人怕八观灾 你多无恩命 多无恩命 对 八五金 金领金 对 我们赞同 老瓜老克 对不对 对到第二天 明天起来 我放不下了 我的儿子了 我的金钱了 我的名文立扬了 你昨天八观再见 你亲近今天呢 所以保认的功夫没有 就是空性的思想没有 这世界哪里有德有失 你感觉到什么委屈 所以说用此真心 到成佛地 永无鬼气之相 中金永永没有鬼气之相 就是用不生不灭的修行 所以任人经是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部经典 维世也是非常重要的 法法相通 你知道吗 回听佛法的人 哎 清凉 太清凉 没事 没事 外人人讲的 什么事都没事 哎 当你修行到 什么事都没事 就解脱了 大策大悟 就没事 本来就没事 你忙什么 哎 忙什么 有个人呢 有一次 有佛法跟没有佛法 他很多 有一次